罚单上明明写着违规事项是因为停在消防通道 结果却发现城公路5段45项这一处消防通道竟然没有被列管 事后被开单的位置更划上了停车阁 让这位层群民众直说无法接受 我就觉得这边不合理是说 很远的地方他有写消防通道 那这边的话大家都有在停 那应该是都是可以 长年来都是可以停了 受访的时候我才看到 说怎么这边捐化了停车阁 而且第一个停车阁就是我当初停的位置 说要还我900块来 小市民对于这个钱蛮重要 因为生活辛苦 接受陈勤的台北市议员何孟化一查才发现 原来从2006年开始 台北市竟然有214条未被列管的假消防通道 比列管的真消防通道还多 台北市政府却没有积极处理 17年来任由灰色地带产生 造成民众困扰 在未列管的其实有很多 214条 这比目前我们有列管的都多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在2006年还有2011年的时候 都有议员来关心过这个消防通道 列管跟不列管的问题 我们希望说这个灰色模糊地带 可不可以赶快来消除 不要让我们民众都搞不清楚 说这条到底是我们所谓的 你们有列管的真消防通道 还是你们没有列管的假消防通道 调资料我们有发现 其实在我们的所有的 就是消防通道违规的停车案里面 有24500多件 那其实里面没有去做说 到底有多少条是在所谓的 真消防通道或是假消防通道 那如果民众没有自己去检举 没有自己去再申诉的话 他可能就这样子就多缴了600块 我觉得对民众来说是非常的不公平 我们知道消防安全非常的重要 但我觉得市民的权利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此台北市消防局长说明 民国95年后 消防通道的划设标准 卫列管的消防通道有部分 主要是当初地方认为有必要才留在原地 在95年之后 整个全部交由消防局来整理的时候 就以目前的规定方式 它主要就是像刚才一座所提到的那几个 包括抢救困难地区等等 那它必须有进宽的限制 进高的限制等 那经过消防局会刊之后 它才可以进入来化 那之前的有部分 据我所了解 有部分的里长或者是附近的居民 认为它很有必要 所以有部分是留在现地 和文化则表示 即使地方认为卫列管的消防通道 有划设的必要性 消防局也应该依据相关法规补足程序 不能放任假消防通道存在混淆视听 和文化要求台北市政府 消防局应该全面盘点消防通道相关法规 并与交往处研议如何改善 假消防通道的问题 不要再让民众的权益受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吻